我真没有 现在问题非常简单 丈夫觉得家庭岌岌可危 因为妻子的财务不够透明 再加上这个家庭的债务 和妻子对他不停提出的高要求 害怕了 对吧 对 怕钱给他一点保障都没了 是吧 其实不止这些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他不可理喻 他还不可理喻啊 对 那他平时的时候 根本就不和我一块吃饭 天天连饭都不在一块吃 我说咱俩在一块吃个饭吧 好久都没在一块说个话了 他都不理我 为啥 天天冷战 我为什么和你冷战啊 为啥呀 就是咱三年的生活 我就总结了三部曲 那第一年的时候是吧 我和你吃饭 然后和你聊天 然后是吧 然后你也吵 你也闹 然后我就心闻气和地和你说 你也嗷嗷 然后第二部曲就是 和你吃饭不和你说话了 你说什么 然后我就听着 我就不说话了 这是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呢 第三部曲 这是不敢说话了 就是 连话都不敢说了 就不陪你吃饭了 我也不说话了 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你说的都对 我都听你的 你是永远正确的 我远离你 是这意思吧 一只孩子我自己带 他在另外的屋子睡 那不是这样的 是他睡觉比较轻嘛 刚结婚几天的时候就是 他睡觉就特别轻 我打呼噜 然后他就晚上就踹我 你去隔壁睡一下 多久啊 一年 不是三部曲吗 三年 这就麻烦了 那你们为什么 还要在一起呢 所以感觉现在 特别不信任他 他也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他 彼此心里面 都对对方没底了 是吧 对 其实我也想和他交流 不给机会 你是觉得 你配不上他吗 也不是 那你怕什么呀 他一说话他就闹闹 这有些话也是真不好说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先生都这样了 为什么主持人问你 你还说 不想分开还想过 原因是什么 因为毕竟现在有孩子了嘛 就是为了孩子吗 再说结婚也不容易 再说就说这三年吧 他跟着我 也算吃苦了 反正是 你还是对他 有感恩的心的是吗 是 我看到这个台本上说 你们俩学历是不一样 对吗 对 你学历很高是吗 也是自考的 但也是本科对吗 对 女士是 中专 所以其实你最初嫁给他 还是满怀着希望的 对吧 对 一个自考的本科的年轻人 又很关心你 你认为我嫁了一个 既能爱我 又能带来物质财富的人 但没想到不是这样 也许自己的选择 和现在你看到的样子 不一样 但是婚姻都是需要经营的 需要去努力的 你经营这段婚姻的状态 我觉得也够笨的 你也应该认清自己 先生 你一直说我 并没有不想过啊 但你拿出了一副 不过的状态 遇到问题 你不去改变 而是继续沉沉沉到 你看 你本来可以 有志青年的状态 却变成了一个 被老婆逼到墙角 连话都不敢说 饭都不敢吃的状态 你怨他吗 对啊 你自己不作为啊 而且你们从头讲述 压根没有人 谈到过孩子 我倒觉得与其这样 不如 你们把注意力 转移到孩子身上 去好好想想 你们的宝贝 给他多一点爱 也许通过共同去爱他 还能唤醒一点 对于你们彼此 尊重爱护的 那一点点柔软 好不好 试着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孩子身上吧 好 就这样吧 谢谢杨阳老师